第3265集 轰隆一声巨响 夜沉的身躯瞬间被这恐怖的力量轰飞 整个人的躯体都近乎支离破碎了 骨骼碎片 血肉等等四散飞溅 其腹部仿佛被什么东西融化了一般 连几骨都破碎了 那武王眼中浮现了一抹惋惜之色 这种伤势乾坤敬武者是很难活下来的 不过下一刻他便是轻移了一声 有些意外地看着夜沉 只见夜沉虽然看起来不可能还活着 至少也是重伤之中的重伤 可他却是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 夜沉虽然受伤了 可其眼中却是无比的明亮 从方才武王那一击之中 他领悟得太多太多 甚至仅仅是这一击 便让其停滞了许久的道运与武艺 都有了一丝松动 要有所提升了 与武王一世五道 虽然能够得到极大好处 可却为什么古往今来 从没有听说过有人敢这么做呢 原因很简单 不是这些人不够疯狂 而是那些这么疯狂的都死了 而夜沉之所以选择仪式武道这种方式 最大的原因便在于他的生命力 他拥有其他武者无法比拟的生命力 即便会受伤 极重的伤 只要无法将之彻底秒杀 他就会恢复 当然 这么做也存在风险 毕竟武王的强大 即便是一缕一只 也是无法想象的 但对于夜沉而言 风险无疑比其他武者下降了无数倍 可以说 他在这武王绝境之中 占尽了优势 生命力才是其进入 武王绝境最大的依仗 那武王哈哈一笑道 不错 小子 你方才从本王一击之中 感受到了什么 夜沉沉思了片刻之后 开口道 风 千遍万画 卷动万千 化为极用 那武王闻言 这一次脸上是真的露出喜色了 连连点头道 好小子 悟性不差 你说你叫夜沉 不错 本王之武道 便是天风武道 而本王当年也被称之为 天风武王 夜沉 你好好恢复一下 等你恢复了 本王可将这武道传承于你 武王武道的传承 可并非是那么简单的 只有遇到极其极其适合的人选 这些当年的至尊们 才会进行传承 因为传承武道 便是将自己的一切 托付给了传人 并且他们的意志 也会不复存在 彻底消失在这天地间了 可见这天风武王 对夜沉看好到了什么程度 但夜沉却是摇了摇头道 多谢天风武王好意 但我想要走自己的武道 此言一出 那天风武王便是一惊 这么说 你要与本王一世武道 不是为了得到本王的传承 而是单纯想要挑战 想要从本王的武道之中 得到领悟 夜沉点头道 不错 这实际上有点不敬了 仿佛看不起天风武王的武道一般 但天风武王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看着夜沉的眼神 是愈发亲近 欣赏了起来 虽然失去了一个传人 很可惜 但老实说 夜沉的这番回答 才是最为符合天风武王心意的 这才是武者之心 武道之心 他赞叹道 夜小子 本王已经好久没有见过 你这样出色的武者了 将来 你或许会成为 连我等都需要仰望的传说吧 夜沉道 天风前辈 谬赞了 那天风武王有些可惜道 不骄不哪 很好的心性 我对你是越发满意了 夜小子 你恢复之后 是不是要去挑战其他的武王粉种呢 夜沉点头道 不错 好 天风武王笑了笑道 你虽然没有继承我的武道意运 但从方才一击之中 你应该有所收获 若是融入自己的武道之中 也算是本王的半个传人 本王就帮你一把 帮我 夜沉闻言神色一动 天风武王道 你要知道 这些天之巅之内的家伙们 脾气可古怪得很 你就像这样去挑战 下场可不会太好 不过 本王可以提前替你打声招呼 如何提起这些家伙们对你的兴趣 本王与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年 还是很清楚的 这样对你感兴趣 愿意接受你的挑战的武王 也会更多 夜沉闻言大喜 多谢前辈成全 原本他也很清楚 自己与武王一世武道 即便能够扛住武王一击而不死 也不代表这些武王真的都会愿意与其交手 毕竟 以他如今的武道 在这些武王面前还是不值一提的 完全无法让他们提起兴趣 就好像麻雀要和大鹏比赛谁飞得快一样 但有天风武王的帮助 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这天风武王在这些武王之中 恐怕是难得的好人 他的运气着实不错 那天风武王双目一亮 隐约间便可以看到无数狂风道运 朝着那一座座坟种勇去 而后天风武王对夜沉笑道 好了小子 你可千万要活着走出这天之巅哪 别让本王失望 是 天风武王点点头 便再次融入了坟种之中 而夜沉则在原地恢复伤势 一个时辰后 他便重新回到巅峰状态 朝着那一座座坟种而去 虽然有了天风武王的帮助 但并不是所有武王都买账的 他连续经过了两座武王坟种 却都没有任何回应 当夜沉来到第三座坟种之时 其双眸却是瞬间大量 这座坟种之中散发出的武艺与道运 与其有一些契合之处 特别是道运 同样是一种毁灭的味道 但与夜沉的毁灭却有不同之处 即便都是毁灭神道 修行道后面也是不尽相同 但出自同源 夜沉可以肯定 若是与这坟种之中的武王 一事武道的话 对其道运提升将有难以想象的好处 当即他便无比诚挚地对那坟种行礼道 晚辈夜沉 恳请与武王前辈一事武道 可那坟种确实没有反应 夜沉微微皱眉 有些麻烦了 别的武王可以放弃 但这个武王确实 绝对不能错过的存在 这位武道的武艺与道运 对他必定有极大启发 说不定都能抵得上数年苦修了 那种提升是难以想象的 接连开口三次后 那坟种依然安安静静 夜沉都忍不住有些焦急起来 突然他眼中神光一闪 深吸一口气道 前辈既然不肯出手 那晚辈只好得罪了 话音刚落 夜沉做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 其浑身毁灭道运激荡 自在天之中毁灭黑阳显化 道骨之中 那毁灭印记已是光芒大方 将六灭真觉施展到了极致 并且他的身体 还与这毁灭力量完全相容 没有一丝排斥 此刻的夜沉 宛若毁灭魔神一般 他手持长剑 竟是瞄准了那墓碑 看起来仿佛是要将那墓碑 毁去一般 这简直是找死 武王的脾气都很不好 甚至偶然气息爆发 都很可能夺走路过武者的性命 现在夜沉竟然主动攻击墓碑 这是对武王的大不敬啊 实际上 即便是夜沉 若是面对其他武王 也不会这么过激 因为太危险了 一个不好 那武王一直就要跟他不死不休了 别看他能承受得了天风武王的一击 实际上天风武王虽然是全力出手 但并不是真的想杀他 要是天风武王动了杀心的话 除非夜沉燃烧悬腰血脉 运气好 再次激活了轮回血脉 否则的话必死无疑 可这位武王的传承 夜沉却不能错过 即便要冒险也甘愿了 大不了再燃烧悬腰血脉拼一把 如果能得到与这武王一战的机会 燃烧千分之一悬腰精血也值得了 夜沉觉得 这一次一事五道之后 他的毁灭道运将会迎来质变 下一刻 夜沉眼中浮现一抹决然之色 低喝一声 猛地对那墓碑展出了一剑 一道漆黑剑光 瞬间朝那墓碑荡漾而去 种种毁灭之力加持 这剑光之中蕴含的毁灭力量 无法形容的强大 眨眼前 那剑光便展到了墓碑之前 就在这时 一种极致毁灭 极致杀意 极致破碎的恐怖武艺和道运 激荡而出 夜沉心神再次一颤 好契合的武艺与道运 他的灵消武艺与毁灭道运 算得上很契合了 武艺与道运越是契合 能够发挥出的威力越大 但这位武王的契合度隐隐还高出了夜沉一线 如果说夜沉的契合度是百分之九十一左右 这位武王的契合度就在百分之九十四的层次 九十五算是一个分水岭 这武王的契合度没有高出夜沉的那个层次 但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下一刻 这泯灭万物的意韵之中 一道漆黑的身影骤然浮现 凝立在了那墓碑之前 夜沉朝那身影看去 只见此人 看上去似乎比天风武王还要年轻一些 天风武王给他中年的感觉 这位武王则是即将迈入中年 但其威势甚至比天风武王还要恐怖 显然这名武王在众多武王之中 也属于极为强大的存在 那道剑光 此刻已经斩到了武王面前 可出乎夜沉意料的是 这武王却是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看向了夜沉 冷冷道 小子 你倒是胆大包天呢 话音一落 那道夜沉凝聚了极强毁灭剑光 竟是直接粉碎 消散了 热霍和桥 它的热霍